会忘我的人一定会摆脱痛苦 台长要你们经常问问你们自己 假如你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准备对你的孩子和孙子 说出你一生当中三件最重要的事情 是什么 你要死的时候你应该问一问 最遗憾的一生是什么 一生让你终生受益感叹万分的是什么 第三如果没有孩子没有工作没有钱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如果一个不学佛的人要死的时候 他最遗憾的他会说 我没有让我的安孙多赚钱 如果一生让你终生受益的是什么 他会说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好人 都是他们对你好做任何事情都是有目的的 第三如果没有孩子没有工作你是什么样的人 他会告诉你 记住 人活在世界上没有意思 因为没有钱没有工作没有孩子 我赶快就去自杀吧 想一想听听学博人的是怎么说这三句话的 第一句话你一生遗憾的是我们要死的时候我们会难过 我们没有孝顺父母长辈 我们的良心还没有啊 第二我们一生让终生受益的要为别人活着 我们要学会学在感恩当中啊 第三我们要懂得知足常乐 事事无常啊 今天拥有的不代表你永远拥有 我们要学会吃苦消夜 终生受益啊 快乐你才会满足 人生难得 经已得 佛法难闻 经已闻啊 没有钱 没有工作 没有孩子 我是一个快乐的人 一个真正自由的人 一个开悟 想得通 棒得下的人 一个懂得 人生 无常的 圣人啊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